第1051章打个比方 嗯 杨风仓顿时心中一横 只是 他突然明白沐云是什么意思了 但是 他不愿意相信 三道身影坠落 不可能都是三大太上长老的 一定有一个是古风 一品天仙境界的古风 怎么可能 连三大太上长老都不是对手 绝对不可能的 杨风仓看住沐云 脸上露出阴狠之色 你别做梦了 区区一个古风 怎么可能是三大太上长老的 还没 让你失望吧 只是杨风仓话语还没说完 古风的身影却是从天而降 彭腐强烈的一巴掌 直接扇在杨风仓脸上一样 杨风仓整个人顿时彻底傻眼 古风 是古风 这家伙 居然是好好的站在这里 这怎么可能 那 那三道身影 就是三大太上长老了 古风顿时整个人彻底傻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怎么可能 古风整个人顿时惊呆在原地 他不幸会是这种结果 区区古风 何能如此 现在 你可是心服口服了 沐云哼了一声 转而看向另一边的古风 道 将那三人 给我提上来 是 看到古风对待沐云恭敬的态度 杨风仓之道 全完了 只是这个古风是谁 天剑楼内 除了天剑楼楼主天君宇 两位副楼主陈思然和向坟天 以及五大长老之外 天仙境界的舞者 屈指可数 但根本没有古风这一号人物啊 难不成 这家伙根本不是天剑楼之人 那会是谁 杨风仓看住沐云的背影 顿时恼羞成怒 去死吧 直接一掌拍出 杨风仓顿时杀向沐云 找死 只是沐云还未反手 站在沐云身前的古风 却是顿时直接一掌护出 砰 顿时 砰响声响起 杨风仓整个人如同一发炮弹一般 直接撞击而回 砰的一声 杂肉到后方的山脉石壁内 整个身体更是四分八裂 死得不能再死 古风乃是一品天仙 这一掌 直接全力出击 要了杨风仓的命 罪有应得 看到杨风仓身死 战天灵 朝天歌 凤如意只感觉心中 出了一口气 这家伙回到一夜剑派内 便是作为作福 只是他们三人都仅仅是一品地仙境界罢了 这杨风仓却是六品地仙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现在看到杨风仓身死 他们自然是心中 出了一口恶气 这口恶气 让他们心中颇感舒畅 古风身影一闪 出现在三座山峰之中 一手一个 将三大太上长老全部提了起来 扔到沐云身前 陆青松 秦文斌 颜子秋 看住三人 沐云立声喝道 我是秉承派主意志 对一夜剑派进行改变 而且一夜剑派的弟子们 哪一个不是心服口服 你们三人 这是违反众人所向 只是我今日不杀你们 但是你们三人 需要好好反省 反省好了 再来找我 看住 三人 沐云顿时喝道 三大太上长老 都是一品天仙境界 杀了他们 对一夜剑派整体实力 也有很大的损伤 沐云愿意留他们一阵 看看这三人 到底能不能够静下心来 不能的话 那就是死 三名太上长老顿时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脸色苍白 直接离开 阮金玉 灵验 沐云此刻转过身 看住阮金玉和灵验 眼神冷漠 牧师兄饶命 扑通扑通 两人顿时跪下身来 阳风仓已经死了 他们不想追随 阳风仓的脚步 一身修为 乃至身家性命 都是交代了 饶命 那你们说说 我为什么要饶你们的命 看住两人 沐云却是顿时哼道 难道就因为你们两个 现在跪下磕头吗 我们两人是被阳风仓胁迫的 还请牧师兄明察 对对 从今日开始 牧师兄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绝无二心 是吗 看住两人一唱一和的模样 沐云沉音片刻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好 既然你们两人有此心意 我可以饶你们不死 沐云缓缓开口道 现在 你们两人就前往暗玄石场 负责我们一夜剑派 暗玄石场内 关于人杨金石的开采 暗玄石场 听到此话 二人顿时脸色一苦 那地方 去了之后 修为可是很难增长 而且那是下界舞者 飞升来到仙界的聚集地 都是连人仙境界 都未到达的低级舞者 在那里 他们哪里还有出头之日 只是事到如今 别无选择了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赶跑 我绝对让你们二人 在还未踏出暗玄石场之时 就死无葬身之地 沐云手掌一会 两滴鲜血融入到二人 身体内 低声道 生死暗应 控制他们这一类人 就是为了降服 沐云明白 这两人 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根本不能够荡成心腹来培养 一切事宜 尘埃落定 这次 一夜剑派内 算是彻底统一 沐云扇风至上 大殿之中 数十道身影站定 战天陵 凤如意 朝天歌等人 在左侧攻身站立 林之修 樊吴言 罗成 罗云两兄弟 四人站在右边 其他众人 皆是他们手下的心腹 沐云诗然坐在上方 手掌一挥 看住众人 开口道 一夜剑派 乃是反铁骑势力 夜戏弟子 一品人仙到五品人仙境界 核心弟子 六品人仙到九品人仙境界 尚有坐下弟子 乃是派主七位徒弟 杨峰仓已死 现在 确实是七人了 只是太子现在下落不明 不知道在哪里 现在 重新设定 日后 核心弟子若是突破到了地仙境界 全部晋升为坐下弟子 我会专门开辟讲堂 听到此话 下方众人顿时欣喜不已 他们都知道沐云的强大 虽然看沐云境界 仅仅是四品地仙 比不上宗门内的太上长王 派主 可是 沐云的见识和讲解 却是海浪的 而且沐云领悟见到 再从见义到见识 再到见星 而后到达见到的路途上 这一路宝贵的经验 可是让人羡慕的 天剑楼乃是青铜级势力 试想想 天剑楼内 杂役弟子便是一品人仙 到五品人仙境界 外剑阁弟子 五品人仙到九品人仙境界 内剑阁弟子 一品地仙到五品地仙 更是有数十位剑种弟子 在五品地仙境界之上 这之间 差距有多大 我想大家应该是能够明白的 只是一叶剑派 只要大家团结起来 别无二星 不断提升 到达天剑楼的程度 也并无不可 现如今 核心弟子数千人 都是 六品到九品人仙境界 这些弟子 抓紧时间提升 到达地仙境界 木云看住众人 充满斗志道 此事 我们不仅仅要做好 更要完美地做好 是 听到木云此话 在场众人 顿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个的欣喜点头 有木云在 任何事情 他们都是感觉有可能 有希望完成 会一散去 木云揉了揉脑袋 管理的事情 他开始助手 但确实是挺麻烦的 可是眼下一叶剑派 重新规划整治 许多事情 他确实是需要出面解决 没想到你小子 倒是挺有点底子 古风看住木云 笑道 这一首 倒是和我们大狱王 有些相像 你们大狱王 木云顿时来了兴致 笑道 话说 你们避落黄泉宗 到底多少人 还分为十八狱王 我看力风生 韩凯 童谣三人 这三大狱王 都有着天剑楼 妇楼主 陈思然 向坟天 甚至是天君宇的修为了 这一点看来 你们避落黄泉宗 确实是比青铜级势力厉害了 岂止是 这么一些 古风顿时撇撇嘴道 十六狱王 十七狱王 十八狱王 三大狱王 其实只是三大狱层的统治柱 这么跟你说吧 十八狱王 就相当于一座金字塔一般 并不是说 十六狱王他们三人 和大狱王实力相差不多 恰恰相反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也可以这么说 十六狱王 十七狱王 十八狱王 三大狱王统治的三大狱层 相当于青铜级势力 那十四 十五 十六三大狱王 统治的就相当于白银级势力 以此类推 怎么可能 听到此话 沐云却是吃笑道 这么说来 你们避落黄泉宗 大狱王岂不是先王了 那你们宗主 还不成了先帝了 宗主什么境界 我不知道 甚至前几位狱王 到底什么层次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宗主很强 强到令人颤抖 打个比方 沐云微微笑 最简单的比方 你见到的三位狱王 你感觉谁最强 嗯 应该是娘娘腔童妖吧 娘娘腔 听到沐云此话 古风脸色古怪 没错 童妖狱王是最强的 五品天仙境界 可是童妖狱王 曾经说过 他见过一次大狱王 大狱王给他的感觉就是 动动手指 他就能死 听到此话 沐云心中 却是有些惊恶 第1052章 九阴九阳造化单 动动手指 就能死 这听起来 只怕大狱王 最少是 玄仙境界的超强者了 这只是其次 大狱王曾经 与他说过 虽然宗主万年未出 可是 每一次见到宗主 大狱王的感觉就是 彭腐是一个人 站在一片沙漠之中 一滴水融合在 大海之中一般 你直接说很强 不就行了吗 沐云笑道 确实是很强 古风苦笑道 我等皆是没有 见识到宗主真容的机会 若是能够在他身边 为宗主效劳 死而无憾 你这么说 我倒是 感觉 你们这个宗主 倒像是佛裕的那些老僧人一样 感念人的能力 很强啊 你们宗主 不会是个和尚吧 你 得得 不与你开玩笑 了 沐云站起身来 缓缓笑道 走吧 去哪里 当然去会会 三大太上长老了 人家可是太上长老 被你一个人击败 脸上怎么住 也挂不住不是 给他们一定强心计 也好 沐云话语落下 嘴角微微上扬 看到沐云这个表情 古风知道 这家伙 绝对是脑中 又勾出了什么坏主意了 三大太上长老 此刻 身在独属于他们的山峰之上 三人坐在大殿内 调息韵力 缓缓恢复自己的实力 哎 一代更比一代强 我们三人现在是 老了 说乎间 秦文斌忍不住开口道 这个沐云 招来的这个古风 根本不是天剑楼之人 在这南极之地 如此实力强横的天仙境界舞者 我们怎可能不知道 是啊 而且那个 故 风 对沐云简直是俯首贴耳 言听计从 此次算是灾了 三人顿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心中苦涩 他们此次 确实是灾了 而且还栽在了沐云这个小子手上 心中如何能够甘心 罢了罢了 陆轻松苦笑道 我这把老骨头 算是彻底不中用啊 现在杨风仓身死 宗门内 谁能够与沐云抗衡 我就在这里 等死算了 陆长老 不用说了 陆轻松挥挥手道 现在的我 已经是大县将至了 没有几年活头了 困在一品天仙境界 已经是有上千年了 这是天赋所限制 我根本无力改变 古往今来 天才 之所以被称为天才 便是因为天赋出众 修行速度 学习武技 领悟功法 任何一样 都是迅速无比 仙人的岁月虽然漫长 可是有些人 受到自身天赋的限制 到达一个顶峰之后 身体技能潜力彻底消耗亏空 是根本无法再次提升的 眼下的陆轻松 便是如此 到达天仙境界 他本身身体潜力 已经是开发完毕 到达顶峰了 时间现在悠悠岁月流逝 他已经是走到了尽头 仙人 不过是强大的舞者罢了 就算是最强横的仙王 也不可能长存于世 生生不灭 陆轻松知道 自己即将走到尽头了 陆长老何故 于如此悲观呢 只是陆轻松话语刚落下 大殿之外 一道声音 豁然响起 沐云跨过大殿 来到三人前方 你已经是赢得了一夜剑派 现如今 派内对你的命令 是莫敢不从 难不成我们三个老东西 你也要打发到暗玄市场内吗 当然不是 沐云看住三人 缓缓道 我知道 三位长老现如今 都已经是到了身体的极限 可能不久 就会归于纪念 所以晚辈是来为三位前辈解惑的 解惑 听到此话 三人顿时你看看我 我看着你 眼神充满构意 修仙 为了什么 为了能够获得强大的实力 之所以想要获得强大的实力 就是为了活下去 长生 是古往今来所有人的心愿 只是古往今来 似乎根本无一人做到过 但这不乏让人去追求长生的路途 现在 他们三人是一夜剑派的太上长老 出路之间 一夜剑派的弟子看到他们 都要恭恭敬敬喊上一句太上长老 这就是强大实力所带来的好处 可是这一切 是建立在他们还活着的情况下 死了 就什么都没了 谁想死 就算是纵横仙界的先王 哪一位也不想生死的 沐云 你不会是又想照片我们吧 陆轻松试探地看住沐云 只是沐云也不答话 反而是自顾自的道 据说寒山之巅天气异常冰冷 往往会生长出一种 名为九阴真花的仙草来 此等仙草 迫使而出 生长久叶 这种仙草很是奇怪 每一片叶子 都是如同针尖一样的钢锐 在极寒之地 吸收的乃是天地寒气 日积月累之下 生长旺盛 九阴真花 这种花他们三人自然是听过 只是不知道 现在沐云跟他们说这种话做什么 九阴真花 生长在极寒之地 所以汇聚了极其强横的冰寒气息 若是与天火交锋 则是会演变出一种奇特的功效 改变武者身体的潜能 因此 仙草是根据这两种特性 开辟出一门仙草的炼制法门 九阴九阳造化丹 九阴九阳造化丹 听到此话 陆轻松三人顿时一拍屁股站了起来 沐云说的此丹 他们自然是听过 天阶仙丹 能够改善仙人的身体潜能 具有强大的功效 一旦身体潜能改变 他们三人的修为 就说不定能够再次踏上一步 进入到二品地仙境界 那边又是几百年的寿命 到时候 收集到足够的天才地宝 他们未尝不可再突破 沐云 你能够炼制此丹 当然 沐云看住三人 双手附后 走到大殿门口 看住山峰缭绕之间的淡淡仙气 沐云缓缓开口道 天阶仙丹 我沐云自然是能够炼制 只是这九阴真花 极难见到 避落仙山内 似乎有 我们立刻去采集 三位长老 迫不及待 只是看住三人迫不及待的样子 沐云却是转过身 眼神中带着一抹别的笑容 陆轻松顿时脸色尴尬 沐云是能够炼制没错 只是 他凭什么帮助他们 陆轻松顿时颇显尴尬 拱手道 沐云 之前是我们三人糊涂 现在 老朽向你赔个不是 日后 一夜见派内 你说话 我等三人 绝对会没有二行 先别急住表态 听到此话 沐云却是挥挥手道 三位长老 依靠九阴九阳造化单 突破到二品人仙境界之后 倘若 背叛我 我可是没有实力自保 那你想如何 秦文斌迫不及待到 他寿命几乎也是到达顶峰了 只是比陆轻松多了那么十几年罢了 当然也很助击 简单 想我幸福三位长老 那三位长老自然是要 将自己的命 握在我手上 沐云话语落下 看出三人 再次说 我也不希望三位长老立刻就能够答应我的要求 给你们时间思考 臣服我就要死心塌地 我可不想一夜见派内导致分门别类 我臣服 只是沐云话语落下 刚欲 转身离开 陆轻松却是立刻迫不及待 陆长老 陆长老 看到此景 秦文斌和颜子秋二人顿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可思议地喊道 我已经决定了老夫没几年活头了 如果有机会 再进一步 我自然是不会放弃 限制了我的生命 我想我不背叛你 该是无妨 所以 我愿意臣服 陆轻松确实是没时间等待了 现在的他 已经是到达了顶峰境界 时间 不够了 早一步得到九阴真花 让沐云炼制出九阴九阳造化单 他的复活希望 就可能更大 这是一次重生的机会 生命的再次升华 如此 就融合了这滴鲜血吧 沐云手掌一挥 一滴金血 直接飘散到陆轻松身前 好 陆轻松顿时将鲜血融合 说乎间 沐云便是感觉到 九陵夺天碑之上 再次多出一道印记 看到此景 沐云微微一笑 我们也臣服 秦文斌和颜子秋此时此刻 拱手低头道 事情已经是没了转机了 眼下只能够选择臣服了 收服三人 沐云这次方才是感觉 这才是真正的一叶剑派 否则这三个太上长老 留在一叶剑派内 绝对是祸患 只是将三人种下了 生死暗印之后 沐云确实眉头促起 此时此刻 诸仙图内 三块九陵夺天碑 在此刻骤然间 庞扶停止了运作一样 如同老季福利一般 不堪重负了 饱和了 沐云顿时一惊 从血脉发生 诡异变化到现在 被他种下的生死暗印 大约已经有了数十人 最开始的落剑雪 千青沙 玉青蓝三女 后来的战天陵 朝天歌 凤如一三人 再后来便是 林之修 樊吴炎 罗成 罗云四人 而后古风 以及乔顶天 和十几位天剑楼的 内剑阁弟子们 还有阮金玉 和林雁两人 而现在加上陆青松 秦文斌 严子秋三人 居然是到达了宝盒 沐云心中顿时一愣 这算什么事 这样就完了 生死暗印与不灭血点 以及九陵夺天碑 加上他的血脉诡异之处 控制的人越多 他这棵大树上 结下的果子就越多 自身所能控制的实力 就越强 可是现在 要到达宝盒 日后想要扩展 可就难了 第1053章 西纳丹玄的妙用 沐云心中顿时感觉懊恼 早知道这样 当初就不该轻易地 使用生死暗印 懊恼了吧 似乎是看出 沐云心中的懊恼 鬼一黑黑笑道 看你那得意境 真要是无限制地扩散开来 那整个仙界 随着你实力提升 岂不是都要成为你的耳目了 老东西 你早就知道 偏偏不告诉我 我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 归一得意笑道 你就好好享受吧 我才懒得搭理你 不过 你也别担心 你的境界提升的话 就能够再次化解 说不定可以再收复几个心腹 只不过 你可要优住点来了 这生死暗印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得到的 但是却是挺厉害的 你给他们种下生死暗印 实际上是给他们一段造化 将来 当你重回巅峰 这些家伙 可都是会受到你实力的提升而提升 甚至将来你血脉 我血脉怎么 听着归一突然住嘴 慕云询问道 没什么 归一确实颤颤笑道 反正你知道 将来你不死 潜力无穷 他们这些人 恐怕一个个 都将成为仙记的主宰妾 听到此话 慕云却是气了一声道 他们都成为了主宰 那我干什么 不再理会三位长老 慕云看住三人 道 九阴真花 很难寻找 但是碧落仙山内不是没有 三位长老只要找到九阴真花 我立刻助手为三位长老 炼制九阴九阳造化丹 好 没问题 三名长老顿时脸色讯息 充满期望 九阴九阳造化丹 他们当年 何尝不想拥有一颗 只是此丹药 似乎只存在于白银级势力 白银级势力 与反铁级势力之间 可是还有一个青铜级势力 他们哪里能够得到这天阶丹药 等等 沐云离开之后 陆青松突然一正 刚才 沐云说他助手为我们炼制 这家伙 会炼制天阶仙丹 陆青松整个人木然 三长老顿时相识一眼 皆是震撼 天阶仙丹师 这代表的是什么 沐云是天阶仙丹师 这样的身份 放在白银势力内 那都是宝贝 此事切勿张扬 否则 沐云被人盯上 我们也不得善过 我等自然是明白 现在我们的命 是和沐云的命连在一起的 三人顿时点头 真没想到 你牛皮吹得倒是挺大 古风看住沐云走出大殿 笑道 吹牛皮 沐云顿时恶然 我什么时候吹牛皮了 天阶仙丹师 炼制天阶丹药 需要怎样的操作 仙草 仙药包括一些奇珍异宝 可不像你在下界看到的那些 你知道这些药草的性质吗 古风笑道 久阴久阳造化丹 可不是你能够设计的 听到此话 沐云倒是摇头一笑 原来古风说的是这个 你放心吧 不过是天阶仙丹 天阶仙丹师 很了不起吗 沐云缓缓道 我师尊 可是厉害得紧了 你师尊 夜孤雪与天军雨 若都是天阶仙丹师 我想一夜剑派和天剑楼 早就是白银级势力了 当然不是这个师尊了 沐云小心翼翼 富尔前去 道 教导我炼丹的师尊 鸣教 孟子墨 乃是这十方仙界内 独一无二的丹仙第一人呢 你 搞了半天 沐云还是在吹嘘 古风只是不屑 沐云拱了拱手 一副你不信 我也没办法的样子 回到自己山峰之上 沐云开始思考 最近一段时间的一切事宜 天剑楼内 短时间内 他不可能回去了 只不过有桥顶天在 人刚刚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那十几名内剑阁弟子 保证中心是没问题的 先让他们在那边活动活动 等到天军雨出关 一切事情再说 不过眼下 最重要的是挑选几门仙法修行 沐云现如今施展的仙法 主要便是龙凤霸剑绝 但这龙凤霸剑绝 只是人阶上等仙法 与他现在的实力 大不相符 那天仙祭绝 只是提升他眼下修为的一门仙法口诀而已 以他现在四品地仙境界 修炼地界中等的仙法 完全没问题 左思右想之下 沐云决定选择一门执法 破须领旨 虽然他现在主修剑法 可是执法 他也不想放弃 破须领旨 地界中等仙法 与他现在的实力境界 刚好匹配 搜寻脑海中的记忆 沐云再次选择了一门剑法 千龙皇剑绝 地界中等仙法 千龙皇剑绝 此剑绝 前世也是沐云最爱的一门剑法 而且 沐云前世对剑的领悟 可以说是很笨 之所以能够前世领悟到剑道 一来是他坚持不懈的努力 二来便是师尊灭天炎的教导 今生 融合了前世的记忆 沐云的修炼 方才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而这得心应手之下 沐云才想 将前世一些剑法 拿出来修行 速度进展也会更加快速 而现在 他需要的就是一门一门的磨炼 破须一指 灵印止沙 破须封仙 三指 完全风格迥异 各不相同 沐云收拾心情 便是开始修炼三指 而此时此刻 沐云是站在大殿之外 山峰顶尖 开始修行 古风则是坐在大殿楼顶 看住沐云 只是 看到沐云施展出一门新的仙法 古风却是感觉有些坐不住了 这小子 怎么感觉什么仙法 似乎都很上手 古风沉吟道 他看沐云施展的仙法 威力不同寻常 可是沐云彷復在摸索 不断修行 但这种摸索 却像是沐云在 回忆自己之前修行过的仙法 很奇怪的感觉 古风看住沐云一步步的施展 愈发感觉不可思议 此时此刻的沐云 却是不断熟悉自己的武技修炼 根本没注意到古风的观察 他也没心思注意 此时此刻 破须灵指的修炼 让沐云感到众位有过的感觉 很奇怪 他最近血脉修炼 只是不灭血点前三层 到达瓶颈 没有提升 境界在四品地先境界 也没有提升 但这破须灵指施展起来 却是威力隐约要爆发一样 感觉到这一点 沐云顿时不断施展起来 只是 他始终是抓不住那一点感觉 到底是为什么 施展破须灵指 会变得截然不同的体验了 沐云一招一式的演练 渐渐地感受到一丝 不同寻常的体验 对了 没错的 沐云突然明白 他利用那天仙忌绝 将柳当和沈伦 二人体内的单旋 吸收进入到他身体内 可是这两人的单旋力量 他并没有进行化解 只是放置在自己身体内 并没有吸收 但现在 一招一式的仙气消耗 却是将此单旋的力量 有意无意地释放出来了 所以 每一招 力量都是得到了一些提升 说乎间 沐云渐渐明了 直接一步踏出 破须一指 一指点出 沐云此时此刻 却是直接朝着天空 一指点去 只是这一指 威力却是得到倍增的 轰 顿时 天地之间 一道轰鸣声响起 霹雳啪啦的声音 震人耳末 咚咚咚的沉闷声 使得沐云感觉 上方天空 似乎要撕裂了空间 这一指 威力提升了三倍不止 光是依靠一道单旋的力量 居然是产生如此强横的爆发力 沐云也是彻底惊呆了 这那天仙忌诀内 根本没有记载 摄取他人单旋的力量 居然还可以这么使用 沐云顿时宛若 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而古风坐在大殿之上 看到这一幕 却是顿时骂了一句 混蛋 也不打声招呼 这小子 施展的不是同一门武技吗 古风看住沐云 皱起眉头 不解道 只是此时此刻的沐云 却是心中惊讶 还能够如此 还能够如此 沐云惊喜得自言自语住 整个人在此时此刻 也是欢呼不已 一夜山谷 沐云几乎是没多想 便是来到了一夜山谷内 刚才那一声轰响 如同天际传来一道闷雷一样 整个一夜剑派都是震惊了 一夜山谷内 却是专门给核心弟子 磨练自己所用 他倒是可以好好利用 来到一夜山谷 沐云顿时开始失恋了 他四品地线境界 体内只是收集了六道单旋 刚才已经是消耗了一道单旋 现在 他想要实验一次 到底这只是对破须灵止的特殊 还是对所有仙法武技 都是这样的增幅力量 千龙黄剑诀 第一是一龙之笑 一剑斩出 沐云身前 庞浮出现一道龙影一样 仙气汇聚之间 龙音声传遍山谷内 哦 强烈的龙鸣声 令整个山谷都是彻底颤抖 沐云直接出剑 速度不减 轰 顿时 整个山谷内 气息波动 令许多在山谷内修行的核心弟子 面色大变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谁那么厉害 这山谷内 恐怕只有地仙 才能够造成这么大的轰击力吧 不知道啊 轰轰轰 只是 众多 弟子 议论纷纷之间 一道更加强烈的暴鸣声 却是在此时此刻再度响起 这一道暴鸣声传开 刚才震惊的弟子们才发现 他们震惊地走了 第1054章 带派主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夹杂住那诡异的龙音声 让在场众人感觉耳朵嗡嗡直响 这他们到底是谁搞的鬼啊 杀 你说啥 有没有搞错 难道是外敌入侵 山谷内的一些核心弟子 顿时你一言我一语 一个个全部朝住出口撤离了 本来一夜山谷并不是谁想进去就能够进的 可是沐云实施新规则 他们核心弟子进入一夜山谷内磨练 就机会多了许多 本来以为这里哪里好 可是现在 哪里好没看到 这两声闷雷 却是让他们不得不退出 一干核心弟子站在一夜山谷出口处 看住这一切不敢再进入其中 秀 一道破空声突然从山谷之间响起 刹那间 一道身影出现在众人眼前 牧师兄 牧师兄 看到牧云 一干弟子顿时围了上来 一 你们都聚集在这里做什么 只是看住众人站在山谷之外 牧云却是惊讶到 牧师兄 山谷内有古怪 炸雷声不断响起 还有龙银声 一名弟子立刻开口道 呃 听到此话 牧云却是咳了咳 道 没事 只是山谷内的阵法 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刚才已经修复了 现在不会出事了 是 牧云话语落下 诗诗然离开 只是心中却颇显尴尬 他也没想到 自己的攻击 居然是发生这种情况 确实是听让他意外 只是 后方的核心弟子交谈话语 却是顿时让牧云 差点一个量呛 跌倒在地 牧师兄真是厉害 练单练起阵法 三样每一样都是精通 是啊 大家这次放心了 赶紧进去 提高自身实力吧 对啊 到达地先境界 可是有地级先气奖励 我很想让一笔先剑 希望牧师兄 能够亲手帮我练制呢 不知不觉之间 一夜剑派内 牧云的呼声 已经是得到很大的提升 离开一夜山谷 牧云也是不有苦笑 看来一夜山谷开放 日后这地方 他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去修炼了 只是这次 得到验证 他更加坚定 那天仙忌绝所吸收的单练 他可以用来提升自身的修为和力量 这一点 牧云心底明白 也是得到了极大的自信提升 单练力量的爆发 能够提高他的攻击力数倍 这等提升 使得他在面对比自己境界强大的敌人之时 出其不意 能够爆发出更加强横的力量来 牧云心中更有信心 现在的他 面对六品地先境界 不需要再使用空刃和空旋的手段 依靠剑道意境的剑界 控制对手 配合剑术的精湛 再加上那天仙忌绝吸收的单练 放在体内 就是力量的聚集 只是 想到体内的单练力量 牧云突然想到 自己还有一招 一直都没有使用 精血血珠 精血血珠的凝聚 包含的是他体内 每次凝结力量的多余部分 再一步步地将体内力量的提升 血珠现在 聚集的力量 到底到达何等境界 牧云现在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腹部那一颗精血血珠 在此时此刻 几乎是变成了黑红色 血色凝聚到极致 变成了黑色 牧云现在也很好奇 这精血血珠 一次爆炸开来 到底能够产生多么强烈的爆发力 不过牧云心底也是清楚 精血血珠 在体内不断凝聚 力量没有上限 自是会不断地提升 狂暴的力量 会越来越强大 他倒是并不担心 离开一夜山谷后 牧云便是回到山峰之上 最近倒是没什么事情 需要他操劳 倒是可以安心修炼一段时间 回到山峰之上 几道身影 已经是站定在山峰之上 似乎在等待着他 一 灵之修 怎么了 看到是灵之修出现 牧云略带惊讶到 出大事了 灵之修缓缓到 暗玄石场那边 通天剑宗的人来闹事了 灵之修脸色带住郑重 看来此事不简单 慢慢说 阮金玉和灵验 到达我们一夜剑派 开辟的暗玄市场内 就开始监督日常采矿 不过最近 我一夜剑派那些矿奴们 发现了不少的人阳金石 甚至还开采出了地阳金石 阳金石 可是人阳金石 经过上万年的积聚变化形成的 可是通天剑宗 不知道怎么得到了这个消息 现在起了征突 已经是死人了 死人了 沐云顿时手指动了动 道 一夜剑派和通天剑宗 彼此间不是精卫分明的吗 通天剑宗怎会如此 灵 知修眼中满是苦涩 道 是分好区域的 可是当时你发现九重灵塔 派主便是控制了起来 其他宗门自然是知道了消息 心里怎么会甘心 现在 又发现了地阳金石存在 他们更是不甘心了 这次听说 不仅仅是通天剑宗 连喜剑阁 也是蠢蠢欲动 有意思 沐云手指不断摸缩住 道 你让战天灵 凤如意 朝天歌三人先前往暗玄石场 查看一番到底怎么回事 我随后赶到 是 灵 知修离开 沐云眉头紧锁 怎么 很麻烦吗 大不了直接开战就是了 各大凡铁级势力 青铜级势力 白银级势力 彼此之间 不都是互相吞并吗 古风悠哉悠哉的声音响起 不经意道 说的倒是轻松 各大势力彼此间都是相差不多 除非是几大势力联手 剿灭一个差不多 换作话说 就算是通天剑宗 喜剑阁 九重门 星月剑府四大势力联手 想要灭杀一夜剑派 那他们付出的代价便是 日后一夜剑派 需要向天剑楼上脚的供奉 他们四大门派分担 除非是天大的利益 谁都不会干吞并他人的事情的 那倒不一定 古风缓缓笑道 有你这么一个大天才在 再加上你们一夜剑派 发现的九重灵塔 不是刚开辟到第六层吗 难保人家不动心呢 听到此话 木云沉吟片刻 古风的话 并不是没有道理 只是叶姑雪还在一夜剑派呢 四大宗门应该不会这么浅 木云想了想 立刻动身 前往暗玄石场 而此时此刻 暗玄石场内 昏暗的大地 看起来依旧是暗无天日 来来往往的人影 不断忙碌住 开采住矿石 一次次往来运输 站在暗玄石场前 木云不禁感叹 最开始他便从这里开始 可是现在却是到达了地先境界 这一段时日 发生的事情太多 再次回到暗玄石场 木云却是以主宰者的姿态 此种感觉 当真是令人心中生出别样的情绪来 木师兄来了 看到木云出现 一道道负责暗玄石场安全的弟子 汇聚而来 恭敬行礼 这暗玄石场内 宗门高层很少到这里来 木云现在 可谓是宗门的最高层存在 留在这里看守的弟子们 大都是一品人仙 二品人仙境界 对于下界飞升而来的舞者们 人仙就是天 嗯 什么情况 这里的负责人是谁 木云缓缓道 将阮金玉和灵燕二人给我找来 启禀木师兄 两位师兄 现在在与通天剑宗的弟子交涉 交涉 木云倒是有些惊讶 看来事情 没那么简单 走 去看看 话语落下 一队人马直接进入矿迈之中 来来回回的矿洞入口 一座座山脉之内 一道道身影来回忙碌 只是在今日 整个暗玄石场内 颇显正重 都给我正面一点 今天 可是咱们现如今 一夜剑派的待派主 亲自来视察 大家都积极点 一队身影前 景德宇吆喝住 数年前 景德宇升为第一大队第一小队的小队长 只是后来莫名其妙地被升了大队长 让他很是兴奋 后来他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队长 今天怎么这么隆重 什么事啊 一名矿工忍不住笑道 是不是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 我看那些一夜剑派的弟子 一个个都是紧张兮兮 可隆重了 不该问的别问 景德宇骂了一声 贺道 我告诉你们 今天 有一位大人物要来视察 现在这位大人物 可是炙手可热 待派主 明白什么意思吗 待派主 听到此话 其余几人顿时议论纷纷 看来今天 还真是有大事发生 难怪整个暗玄石场内 都是热闹非凡 那些一夜剑派的弟子 更是谋足了劲干活 景德宇 正在此刻 一道身影走了过来 伸住一夜剑派弟子服侍 赫然正是一夜剑派弟子 陈上仙 看到此人 景德宇顿时堆积笑脸相迎 他现在虽然是第一大队长 可是在一夜剑派弟子面前 他只是小虾名 景德宇 让手下多机灵点 我告诉你 今天出了一点特殊状况 我陈浩然倒霉 你景德宇也跑不掉 得嘞 陈上仙您放心 一点问题没有 保证 正常 嗯 陈浩然点了点头 说 于老呢 于老 听到此话 景德宇看了看矿洞口 挠头道 可能到矿洞内查探了吧 胡闹 陈浩然顿时骂道 快给我找出来 矿洞内那么危险 怎么能让于老到里面去 我不是告诉你了 让于老在外面负责记账就行了吗 我 你什么你 快去找啊 陈浩然喝道 要是出现一点意外 慕师兄想起来 老子扒了你的皮 慕师兄 景德宇一愣 道 今天不是戴派主来视察吗 第一千零五十五章 立刻去查 戴派主就是慕于慕师兄 我说你是不是傻 赶紧的啊 于老当年可是赠予慕师兄一客人 杨丹的情分 我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打听到 慕师兄原来和于老有这份恩情 而且慕师兄念旧 想到于老此人 万一于老出了什么麻烦 我死 你小子也死 慕云 成了戴派主 景德宇顿时整个人傻眼 对了 景德宇 当年慕师兄 可是从你第一小队走出去的 你当年可没得罪他吧 没 没 当然没有了 景德宇顿时点头道 没有最好 赶紧的 把于老找出来 现在于老可是你第一大队的活宝 好好供着 只要慕师兄在 没人敢欺负你第一大队 现在 于老一句话 比咱们这暗悬市场内的负责人 分量都要大 明白吗 哎 好好 我现在就去找 景德宇已经是脑袋彻底炸了 他以为来视察的是一夜剑派哪位高人 他知道是戴派主 可是没想到 会是慕云 怎么可能啊 不会是重名重姓了吧 慕云离开暗悬市场才几年 就算是天才 四 五年能够提升一个境界已经很快了 难不成 慕云这几年时间境界刷刷刷的提升 已经是拥有宗门内坐下弟子的实力了 景德宇心中思量 已经是彻底震惊 可是眼下 却是急忙去寻找玉佬了 沿住矿洞 一处处寻找 景德宇终于是看到一道苍老的身影 出现在矿洞内 玉佬 玉佬 您怎么在这里啊 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赶紧上去吧 景德宇看到玉佬 立刻忍不住到 只是玉佬此刻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一只角柱地 另一条腿放在石头上舒展开来 但是玉佬坐在那里 身前却有一道身影弯住腰 恭恭敬敬伺候住 老玉佬 你的腿到底怎么搞的 那一道身影 双手按在老玉佬前哭的背腿之上 关切道 嗨 老毛病了 老玉佬浑浊的双眼笑呵呵道 我都记不清 多少年都是这样了 老家伙老了 进入到仙界内 原本也想着一跃成为顶天立地的仙人 可是现在 不想了 不想了 怎么能不想 那身影弯住腰 双手轻轻揉捏住老玉佬的腿 笑道 老善福立志在千里 什么时候 但都不能放弃斗志 看住那背影 景德宇本想插话 只是现在似乎显得很不适合 便是站在一边 闭口不言 这身影看起来 很熟悉 老了 我可比不上你 当年我看你 资质就好 所以给你一颗人扬丹 结个善缘呢 老玉佬呵呵笑道 只是没想到 你这么 有出息了 听到老玉佬此话 景德宇顿时一呆 沐 云 景德宇顿时站好身姿 安安静静 小心翼翼地退后几步 我可还记得 老玉佬你给我的人扬丹 可还是残词品呢 哈哈 听到此话 老玉佬哈哈一笑 老脸一红 只是山洞内 越来越多的身影却是聚集 渐渐将洞口堵塞 但是看到两人有说有笑的谈话 谁都不敢打扰 眼前这位是谁 一夜剑派第一坐下弟子 现今的待派主 连太上长老都是臣服的存在 他想找人聊天 谁敢来 矿洞内 一夜剑派留守在暗玄市场内的弟子 以及跟随沐云而来的弟子 一个个站在隧道内 一言不发 灵直休己人也是看到老玉佬 心中欢喜 当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连踏入到人先进世界 都感觉是做梦 但现在他们在沐云的改变下 所想的不是人先境界 而是地先 那一段岁月 确实是让人怀念啊 好了 我老东西也不占用你时间了 你看看那些人 都是在等你吧 老鱼头看住隧道内 各个出入口 几乎是排满了身影 笑道 没事 让他们等一会就是了 沐云却是鸣嘴一笑道 我可是许久没见到你了 回到最初的地方 想到昔日的胆战心惊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哈哈 老鱼头哈哈一笑 站起身来 道 你现在可是大忙人 不能耽误你的时间 对了 沐云 最近通天剑宗和喜剑阁 似乎在搞鬼 你要留心 我这次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 不不不 老鱼头却是摇头道 我说的捣鬼 不只是明面上 暗地里 暗玄石场内 可是四通八达的通道 也存在一不小心 开采过街的情况 所以 我明白了 听到老鱼头的话 沐云点了点头 再次和老鱼头 续了几句闲话 沐云转身走到矿洞中央 阮金玉 灵艳 沐云开口喝道 语气之中 带着灵力和霸气的姿态 沐师兄 沐师兄 阮金玉和灵艳二人 早就在矿洞内等候多时 此刻听到沐云召唤 立刻走出 跟我仔细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沐云缓缓道 为什么你们两个一来 就出了这么大问题 最好给我一个交代 启禀牧师兄 听到此话 阮金玉顿时拱手道 我们也是刚到这里 不明白情况 但是 据在此地的弟子说 最近 通天剑宗内 一些弟子闲着没事 就来挑衅 所以有些师弟忍不住 就大打出手了 本来是小毛病 摩擦时长都有的 可是最近几次 争都愈发激烈 出现 人命了 出现人命 木 云顿时鹤道 这人命 是暗玄时长 这些下届来的 舞者的人命吧 阮金玉 我怎么知道的是 一些开矿者 被迫参加赌斗 一夜剑派弟子 和通天剑宗弟子 不参与交手 反倒是让矿工们 去送命 而且 还有一夜剑派弟子 开了赌斗 拿矿工的性命 来赌斗 扑通一声响起 阮金玉顿时 跪在地上 颤抖道 牧师兄 此事我真不知道 我来到这里 只是几天时间 还没熟悉流程 此事并未听闻 立刻去查 牧云顿时喝道 下级而来的舞者 日后也有可能成为 我一夜剑派弟子 这里就是我一夜剑派 后备力量 让他们在这里采矿 不只是为了 我们派的矿产生产 更是为了磨练 查出来是谁之使 绝不留情 弟子这就去办 阮金玉顿时拱手离开 他堂堂地先境界 在此地 就是龙头 但没想到 下面居然是有人 对他隐瞒了消息 他现在的性命 就在牧云手中捏着 牧云将他发配到这里 就是为了看他的表现 能不能再回到 一夜剑派 就是看在这里的表现 所以他提拔锦德玉 令人将西域与牧云 关系好的矿工 全部好生伺候住 可是没想到 还是出了这等事情 这简直是打他的脸 林燕 牧云再次开口道 此地矿工有上万人 而且还会源源不断增加 这些将来都有可能成为 一夜剑派弟子 你现在重新制定规则 开采有功劳者 予以奖励 还有 我不希望再看到 有人中饱私囊 将劣质的人 杨丹拿来作为奖励 再者 仙法 仙器 仙丹 都是可以作为奖励 这些事情 你做一个周祥的计划 和奖励措施 承报给我 按照规则实施 如果日后 我再听到有人烂语冲述 拿劣质的人 杨丹来冲述 休怪我无情 弟子遵命 林燕心中 如同吃了黄连一样苦 这些事情 可是跟他没关系 可是刚好被沐云碰到 他能有什么办法 而且暗悬市场内的状况 累积颇久了 哪是他一下子能够解决的 现在看来 要惨了 老鱼头 吩咐完 沐云转过身 看住老鱼头道 我还有事处理 你既然想在这里 就留在这里 哪天想到一夜剑派内溜达溜达 随时找我 站在矿洞内的众人 听到此话 一个个都是面面相去 有些矿洞负责队长 并不知道沐云 怎么和老鱼头那么熟悉 只是所有队长都知道了 日后见到老鱼头 要像老祖宗一样供着 随时到一夜剑派内溜达溜达 沐云随口一句话 却是让他们明白 老鱼头 日后就是暗悬市场内的老佛爷了 好嘞 你去忙吧 老鱼头呵呵一笑 挥了挥手 伴随着沐云离开 众人立刻呼啦啦跟了上去 倒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年轻人啊 如果能够早上万年时间碰到 或许 看到众人离开 老鱼头自言自语住 眼中一抹金芒闪过 舒尔消失不见 缓缓站起身来 勾着背 一步一趋 走出矿洞 众人此时此刻 前呼后拥 随着沐云离开矿洞 林知修 在 调查一下 最近发现的地阳金石 是在哪一个矿洞 带我去看看 恩 木 云化雨落下 看住身后跟住一大帮人 不经心烦 都没事做了吗 散了吧 众人顿时拱手 立刻告退 沐云站在前方 看住一座座山脉起伏 只感觉这次 没那么简单 通天剑宗之人闹事 偏偏发生在 夜孤雪闭关之间 再加上喜剑阁的 蠢蠢欲动 看来 需要找人问一问啊 第1056章 四宗密谋 而同时 通天剑宗所负责的 暗玄石场区域 一道道身影 来来回回站定 为首一人 长发披散在脑后 双手附在背后 国字脸 浓眉大眼 毕师兄 我们这次来到 暗玄石场内 做什么 国字脸男子身后 一道明亮的身影 站定 脱凹有致的身材 配合着一张 颇显冷淡的脸庞 给人一种 冰清郁节的感觉 正是落剑雪 小师妹 师尊这次开口 让我们赶到这里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清楚 那国字脸男子苦笑道 不过最近 和一夜剑派那边 闹得不可开交 死了不少矿奴 只怕这次是要处理这件事情了 处理这件事情 听到此话 落剑雪眉头促起 在与沐云签订了生死暗印之后 他的实力突飞猛进 被通天剑宗看中 现在是重点培养的弟子 但这次 只是暗玄石场内的事情 就将他带来 更重要的是 眼前这位闽无双师兄 可是宗主最器重的弟子 五品地仙境界 不出意外 就是下任宗主之位 都被派遣到这里了 可见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难道师尊这次是想 把一夜剑派那部分 暗玄石场也抢过来 虚 听到落剑雪突出此话 并无双顿时紧张地 看出四周 小师妹 切莫胡言 并无双脸色一板 道 这次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们也不需要操心什么 师尊让我们做 我们照做就是了 而且此次 似乎是 上面的意思 上面的意思 落剑雪更是不解了 上面 那就是指天剑楼了 只是天剑楼主天君与 必死观在恢复伤势 谁能命令宗主 反正师尊不说 这件事情 我们也不宜多问 现在就在这里厚住 防止发生什么意外 等待其他人到来 其他人 落剑雪开口道 只有 我们 通天剑宗和喜剑阁控制的 这片暗玄石场 是和一夜剑派靠近的 除了我们通天剑宗和喜剑阁 其他宗门也会来 听说是的 九重门和 新月剑府 应该都会到达此地 听到此话 落剑雪心中更是一惊 难不成这次 四大宗门准备联手 向一夜剑派在暗玄石场内的权力 给吞并了 想到这一点 落剑雪顿时心惊 此事 必须告知木云 事业 暗玄石场内 灯火通明 整个暗玄石场 矿山数千座 分别有五大宗门把守控制 其他小势力 小家族舞者 根本没机会到达这里 来进行开采 从高空朝下看去 可以发现 五大宗门对暗玄石场开采 乘着原形 每一大宗门 占据一块部分 彼此间精卫分明 互不干扰 只是今夜 通天剑宗负责的暗玄石场内 一道道身影 却是悄悄道来 一间异式大厅内 一道道身影来来回会 大厅之中 数十道身影聚集 那数十道身影 深入服饰各不相同 通天剑宗 喜剑阁 星月剑府 九重门 四大凡铁吉势力的弟子 各在场 哈哈 清智 许久不见 你还是看起来那么女人味啊 一道哈哈大笑声响起 大厅内 一道魁梧身影 宛若猿猴一般 走了进来 石鹏 你九重门的弟子 到哪里都是叽叽喳喳 大喊大叫的 听到那一声大喝 一名面若白霜的男子 皱起眉头 不满道 哎哟哟 清智 大男人开个玩笑 干嘛那么认真吗 石鹏哈哈一笑 浑然不在意道 石鹏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旁边 一名伸住心袍的男子 须发接亲 微微笑道 人家轻智 怎么说也是喜剑阁第一弟子 怎么能这么不客气呢 男子话语落下 手掌悄悄落下 探入到自己身旁的一名 衣竹暴露的女子下方 那女子低声催骂一声 脸色通红 但颇为享受 吕不朽 韩宇飞 我知道你们新月剑府内 大都是修行双修之法 可是大家在这里商议大事 你们造人工程 就回去再做不行吗 石鹏撇了撇嘴 道 在一起都几百年了 都玩不够吗 石头疙瘩 听到此话 那衣着暴露的女子 清脆一口道 石鹏 你哪里懂什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 这种事情 可是让人念念不忘的 上天创造万物 就算是魔狱和妖狱的那些妖魔鬼怪 都是分雌雄 这可是上天的杰作 你多一块 我少一块 结合在一起 那才是完美 你懂吗 听到此话 在场几人一阵鼓骂 各位都到了 正在此刻 并无双从外走近 看住众人 挥手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开始商讨要事吧 商讨要事 清 至绵柔道 并无双 这次我们是配合你来的 你说怎么办 就直接说吧 还商讨什么 既然有上面的点头 咱们直接杀到一夜剑派的矿脉 直接占领了就是 何必如此麻烦 石鹏嚷嚷道 反正一夜剑派现在夜孤雪必死 官 我们占了这暗玄时长 四大家同时出力 一夜剑派能怎么办 到时候不该低头 还是要低头吗 不能大意 并无双眉头紧锁 道 最近沐云回归到一夜剑派内 现在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他在处理 不能大意 都是他在处理 纳阳风仓 阮金玉 林燕三个家伙能愿意 他们可是比太子更加厉害的 这三个家伙能愿意让沐云 在一夜剑派耀武扬威 这也是我纳闷的地方 敏无双有些担忧道 现在一夜剑派内 我们安插的人手被拔出了不少 搞得现在我们连消息都不好得到 事情就在这几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没探查到 看来这个沐云 在天剑楼层 聊一曾经 不错嘛 有自己的底气了 轻至此刻也是开口道 不过此次 上面既然点头 难道就没有实质性的手段 这一点大家自然是不用担心 上面 来了两位 关键时刻会出手 其实现在一夜剑派内 几大坐下弟子 除了沐云 其他几人都是不值一提 嗯 现在 一夜剑派既然都是沐云做主 那我们就将这家伙给掀翻 然后吃定一夜剑派的暗玄时长 等到叶姑雪真的闭关出来了 也晚了 此事我们出其不意 一夜剑派长老级别 不可能那么快反应 等到占据了石场 宗门内掉起来强者 再处理不迟 敏无双信誓旦旦道 还有 这次 上面的意思是 最重要的是解决沐云 只要沐云死了 暗玄石场 绝对不会让我们再吐回去 嘿 这个沐云 看来在天剑楼内 得罪了不少人啊 岂止 沐云被封为天剑使 那擎天雨和风若擎二人 自然是看不惯的 现在回到一夜剑派 看似风光 其实是被逼回来的 几人顿时你一言 我一语地交谈住 站在人群中的 洛剑雪 和玉青蓝 以及献青沙三人 却是心中焦急不已 没想到 四大门派聚集在这里 居然是为了这等事情 这样看来 一夜剑派危险了 准确来说 沐云危险了 好 大家筹谋此事 凯旋而归 我们今日就动手 今日 听到此话 三女更是脸色一变 就算他们现在告知沐云 只怕也是难以给沐云时间布置了 敲师兄 怎么动手 洛剑雪试探道 难不成我们直接杀过去吗 当然不是 并无双微微笑道 这段时间 我们开采矿石 已经是开采到一夜剑派附近 只要凿通矿洞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一夜剑派的暗玄市场内 到时候 杀得措手不及 这样才最好 看来通天剑宗 早就准备好了 呵呵 敏无双只是微笑 天剑楼身为青铜级势力 统治五大势力 天剑楼内部 秦天宇和风若秦二人 争权夺利 下面的他们 自然更是 在场几人 每一个都是各大宗门内顶尖弟子 都是想坐上宗主宝座 暗地里 他们自然是会选择 支持天剑楼的两位其中一个 一旦他们秦天宇或风若秦 坐上了宝座 他们选择正确 日后随着帮助的大佬 他们就算暂时在宗门内 没有立足之地 可是日后 也能够再度崛起 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我们动身 那两位 放心 他们在必要的时刻 绝对会出现 此次 先将一夜剑派那些驻守在此地的弟子 格杀勿论 旷工们不要动 毕竟开矿还需要人呢 明白 众人话语落下 顿时悄悄离开大殿 落剑雪 玉清兰 千青沙三人走在队伍之中 皆是面露堪忧 青沙 你怎么了 看到千青沙脸色有些苍白 亲自开口 没事 红青沙微微笑道 只是感觉 死刑过于冒险 那个沐云 只怕是没那么好对付 而且我们是先发难 给一夜剑派落下口时 放心 爸 落下口时 一夜剑派能怎么样 难不成还能找我们的事 反正有上面顶住 到时候四大宗门联手 夜姑雪也没办法 笨 红 青沙 勉强一笑 不再答话 只是心中却始终难以平静 但愿 沐云能够觉察到 最近的不对劲的地方 第1057章太高看自己了 而此时此刻 沐云却是游荡在 一夜剑派的暗玄石场内 开始探查 沐师兄 已经探查过了 这里面 有猫腻 阮精玉侧身站立 恭敬到 这地方 开采人杨金石的弟子们 经常感觉 气氛不对 似乎山体内经常回荡 咚咚的声音 很古怪 尤其是最近开发的 帝阳金石的地方 古怪之处更不少 甚至一些弟子说 感觉到 冰冷的沙翼 似乎山体内隐藏着人 藏人 沐云此刻也是不得不上心了 这件事情 听起来实在太奇怪了 我知道了 沐云款道 现在的事情 小心应对 这之中 应该是有什么古怪 话语落下 沐云游荡在山洞之间 看住每一条矿脉 通天剑宗和喜剑阁的刁难 听起来不像是无缘无故 反倒是早有预谋 走到一处矿洞内 沐云开始练习 落剑雪和玉青蓝等人 落剑雪 正是在通天剑宗 而且现在地位不低 如果有什么事情 他应该知道 主人 你总算联络我了 感觉到沐云的波动 落剑雪焦急的声音响起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通天剑宗 无缘无故的骚扰 想要干嘛 启禀主人 我也是刚刚得知 通天剑宗联合喜剑阁 九重门 新月剑府 和其手来 围攻一叶剑派 什么 听到此话 沐云顿时脸色一寒 这些家伙 好大的胆子 主人切勿动怒 落剑雪急忙道 他们并不知道主人您的消息 还不知道 您已经是统一了一叶剑派 所以主人不用担心 我不担心 只是这些 人 谁给他们的狗胆 居然是如此自信 沐云冷笑道 这次 都有谁 通天剑宗的敏无双敏师兄 喜剑阁的清智 新月剑府的吕不朽和韩宇飞 以及九重门的石鹏 落剑雪回应 这些人 都是无品地仙境界的实力 不可小觑 我知道了 沐云缓缓道 来了刚好 我就怕他们不来呢 主人 还有天剑楼的弟子 可能也会有人来 天剑楼 沐云开口道 知道是谁指使的吗 还不清楚 嗯 我知道了 他们选择如何进入 落剑雪再次说 选择通过开挖的矿道 他们说早已经是准备好了矿道 还真是够机灵的 沐云冷笑一声 道 此次 你只管跟随他们一起行动 不要有所顾忌 该怎么做怎么做 我明白了 沐云单方面断了联系 看住眼前的矿洞 顿时心中冷笑连连 对一夜剑派出手 那也要看看 他沐云同意不同意 沐云立刻召集 林知修等人到来 开始商议 他才不管背后之人是谁 天剑楼内 除了风若晴 就是晴天宇 这两个人 反正是没一个好鸟 只是既然来了 想对付他 那就准备受死 夜班中天 一夜剑派的暗玄石场之中 到处都是灯光璀璨 只是在这灯光璀璨之上 却是让人疑惑的是 周围没有一道身影 低沉的沙沙声 从一个个矿洞内响起 紧接住 一道道身影 从矿洞内出现 赫然看去 那些人 正是来自四大势力的弟子们 这次前来 他们根本没有做出任何的伪装 完完全全展示真面容 奇了怪了 那人呢 九重门的石棚 看住漫山遍野 灯光明亮 可是没有一道身影 顿时经购到 难道是提前走漏了消息 不会的 并无双摇头道 今晚来进宫 我是根据上面的意思 临时改变 就是怕消息走漏 被人知道了 所以出其不意 一夜剑派 不可能有人知道的 并无双此话都说出来了 他们也不好多说什么 大家还是小心一点 我们此行 主要是沐云 把它处理了 这暗玄石场 就是我们几家的了 星月剑府的吕不朽 缓缓道 大家都知道 事关重大 自然是小心翼翼 逐渐扩散开 开始搜寻 各位 大半夜跑到我一夜剑派的暗玄石场 还不走大路 偏偏走外门邪道 这是想干嘛 只是正在此刻 那璀璨的光亮 顿时刷刷刷聚集 而来 将众人的身影 彻底暴露在山脉之间 阮金玉 听到此话 并无双顿时大喝道 阮金玉 许久未见 听说 现在是沐云做主 你们一夜剑派 都信了沐是吗 是又如何 阮金玉双手抱拳 对住虚空拱了拱手 道 沐师兄天圣资质 连天剑楼主天君与前辈 都是十分器重 分为天剑使 我们一夜剑派 由他统领 自然是走向光明大道 早晚会一统四海 阮金玉这句四海 格外强调 哦 阮金玉 没想到 许久未见 你现在倒是足够自信了 敏无双森然笑道 一统四海 那看来今日 你们一夜剑派的暗玄石场 是不可能给你们留下来了 就凭你们 够资格吗 林燕此刻也是一步踏出 冷漠道 敏无双 你们通天剑宗这些年 看起来是骄傲自大了 那倒没有 四大宗门联合而来 你们派主闭关 我们想要拿暗玄石场 单单靠你们两个 恐怕阻挡不住吧 星月剑府的吕不朽冷冷笑道 挡不住 你们也太高看自己了 豁然间 两人身后 一道身影 踏着脚步 缓缓而来 正是沐云 看到沐云出现 在场众人顿时来了兴致 终于舍得出现了 石鹏看到沐云 哼道 你就是沐云吧 才修炼了几年 境界突飞猛进 我看根基也不扎实 就别在这里装什么大尾巴狼了 装大尾巴狼 沐云看住石鹏 眼中一抹轻蔑 现在 告诉我 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说出来 免死 不说 死 沐云懒得和这些人废话 反铁级势力内的天才 最顶尖的就是这些个了 只是这些人 现在在他眼中 确实不值一提 看到沐云如此嚣张的话语 几大天才都是当时暴怒 他们是谁 四大反铁级势力内 他们就是小霸王 在南极之地内 以他们的实力和背景 那也是横住走的 但现在 居然是被沐云戏谑 这口气 他们哪里能够吞得下去 别废话了 我看 立刻宰了这家伙算了 轻质柔软的声音响起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立刻眼中满是杀鸡 这次四大宗门来的弟子舞者 全部都是地先境界之上 领头的便是四大天才弟子 五品地先境界的他们 根本不害怕 此事做得隐秘 根本不会让一夜剑派那些长老们 能够及时到来 只要暂时占据这里 将传送阵回去 一夜剑派想来 也要几天之后 到时候 他们宗门内的强者 就会到达了 给过你们机会了 沐云看住几人 微微一笑道 只是看来 你们并不珍惜 手掌一挥 刷刷刷 顿时 一道道破空声在此时此刻响起 破空声响起之间 顿时 噼里啪啦的声音 从天而降 轰轰轰 众人头顶 一柄飞剑 直接升空而来 看到此景 所有人都是一愣 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看到漫天漫地的飞剑 众人顿时你看住我 我看着你 彻底惊呆 牧师兄果然是手段高明 这飞剑大阵 我看他们一个也别想活着出来 阮金玉钦佩道 只是我们这么做 会不会让四大宗门愤世嫉俗 这几个人 可都是四大宗门的顶尖弟子 杀了的话 怕什么 阮金玉看住灵验 道 他们不仁 我们不义 斩杀他们 是他们自找的 眼前飞剑大阵 乃是沐云当初在黄泉城内 从天君于手中得到 数十炳帝级先剑组成的剑杀阵 这些人能够抵挡 那才邪门了 顿时 一炳炳飞剑将所有人的身影笼罩 使得他们无法挣脱 看到此景 并无双也是脸色彻底惊变了 楚臣师兄 请示意援手 敏无双此时此刻 已经是顾及不上自己的面子了 大呼一声 一剑杀出 想要破阵离开 只是沐云设定的阵法 岂是那么容易就让它破开的 沐云 你果然很大胆 并无双话语落下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半空之中 两道身影赫然出现 其中一人 身穿白色长衫 气息绵长 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而其身旁 一名青年单手在前 笑着隐隐地看住沐云 这两人出现 顿时 一股强横的气息 弥漫开来 楚臣师兄 孟昊师兄 看到两人 并无双顿时感觉到充满希望 这两人 就是他们的底牌和希望 你们两人 该是来自天剑楼吧 看住两人 沐云缓缓道 楚臣 孟昊 你们应该是天剑楼剑种弟子 能够驱使动你们的 以为有擎天雨或风若晴了 到底是谁呢 死人 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那孟昊看住沐云 但笑道 你当真以为 楼主将你分为天剑使 你就是真的天剑使了 做梦吧 孟昊哼了一声 直接朝着沐云冲杀而去 而楚臣则是微微一笑 冲到阵法内 此阵他解不开 那就硬生生破开 以他七品地先境界 沐云设置的阵法 再强大 也不可能困得住他 第1058章你来裁决 陡然间 楚臣整个人顿时冲杀出去 楚师兄 多谢了 谢什么 你我都是为上面办事 大家齐心协力 日后 你若是成了通天剑宗的宗主 我楚臣说不定还要仰仗你呢 楚 臣说着 一箭杀出 咚 臣闷的爆炸声响起 楚臣悍然出手 大阵内众人的压力顿时减轻了不少 而同时 另一边 孟昊却是冲降柱杀向沐云 常见一出 孟昊整个人速度飙升 顿时狂暴地奔涌而出 只是看到孟昊杀来 沐云却是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六品地先 这孟昊 信心很大 沐云顿时直接身影杀出 破须一指 一指点出 天空之上 顿时出现一道数百米庞大的指引 碾压住就杀向了孟昊 箭破凌波 孟昊此刻怎会将沐云放在眼中 在他眼里 沐云不过是区区一个四品地先 一文不值 砰 两道身影 顿时相碰 只是陡然间 一道闷哼声响起 孟昊的身影却是连连倒退 颇显狼狈 而另一边 沐云却是栖身而上 根本无所畏惧 彭扶孟昊的攻击 在他身上 只是虚晃一枪罢了 看到此景 孟昊整个人彻底重视眼前的沐云来 这家伙 根本不能小觑 轰轰轰 两道身影 在上方交手 而其余人 则是站在剑阵之外 看出大阵内那些来自四大宗门的舞者 一个个狼狼狏 因对住阵法 这些畜生们 还真以为我们一夜见派好欺负了 就是 以为拉上天剑楼 我们就会害怕了 简直是意想天开 这次 让他们有来无回 不过有来无回 四大宗门会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 怕什么 牧师兄现在连天剑楼弟子都不怕 还会怕四大宗门那些老东西吗 其余弟子 顿时一个个眉飞色舞 议论开来满心的欢喜 这种时候 他们旁观轻松不已 最重要的是 实在太长了 一夜剑派 这才是扬眉吐气 而大阵内 众人渐渐感觉到不知 不对劲啊 楚臣心中惊讶 这阵法看起来 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甚至说十分复杂 最主要的是 想要破阵太难了 楚臣心中也是暗暗惊讶 以他欺品地仙境界 放在南极之地 小家族小势力内的老祖 也没有这等境界 可是破不开 沐云布置下来的一个大阵 眼看着大阵内 一道道身影受伤 甚至是丢了性命 楚臣的心也是沉了下来 这次他作为天剑楼的代表 统领四大宗门天才弟子 若是完不成背后之人的嘱托 那就是丢尽了脸面 他这剑种弟子 也不用在这里混了 混蛋 梦浩那家伙 到底在搞什么鬼 楚臣心中暗骂道 区区一个牧云 早该生情了 现在还不结束 楚大哥 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轻至担忧 能有什么意外 楚臣顿时喝道 天剑楼剑种弟子 不只是境界在五品地仙之上 更是要经过重重考核 才能够成为剑种弟子 每一位剑种弟子都是精英之中的精英 看到楚臣发怒 众人顿时不敢言语了 只是看天空之上的争斗 到底熟悠熟练 还真是分辨不出来呢 轰 只是 众人思索之间 突然 一道轰响声 再次落下 所有人都是一愣 轰鸣声响起 众人心中只感觉 天地都是在此刻颤抖了一下 咚 只是紧接住轰鸣声 一道身影 却是牢牢地扎入到地面之上 四剑开来的尘土 让周围众人及时散开 只是那种磅礴的爆发力 却是让在场众人不敢小觑 看到没有 楚臣此刻哈哈一笑道 这就是剑种弟子实力强横的地方 沐云 现在不是已经落败了吗 你确定躺在地上的是我 只是 楚 沉哈哈大笑声还没终结 一道声音 突然响起 一道身影 从天而降 直接一拳 轰入到地面上那一道身影之上 咔咔咔的碎裂声响起 那地面上的一道身影 彻底没了声息 只是 看到站起来的那一道人影 所有人都是一愣 沐云 居然是沐云 看到沐云出现 众人都是正正出神 上次 沐云斩杀柳当和沈伦 无人得知 但这次 沐云悍然出手 却是在所有人面前 而且软金玉和灵艳可是明白 楚沉并不是胡说 剑种弟子 每一个都是经过精挑细选之下 才能够成为剑种弟子的 这位孟好 本身实力和境界 绝对是能够落下阳风仓一大截的 可是 也败了 那便是说明 之前的沐云 本身的实力和境界 就能够斩杀阳风仓 甚至是远远超越 看到此景 楚沉整个人脸上的笑容 也是彻底僵硬了 死了 孟好死了 这个沐云 究竟是有什么实力 居然是连孟好都是被杀了 你敢杀了他 楚沉双眼赤红 看住沐云 满是愤懑之色 难不成留着他来杀我 沐云确实一挥长剑 满不在意到 一夜剑派 我现在是代派主 所以一切事情 我来裁决 你 来裁决 你也配嘛 楚沉喝道 不过是在天剑楼待不下去了 现在跑到一夜剑派 做土皇帝了是吗 土皇帝也很好啊 总比 你成为别人的狗腿子 来送命的比较好 看住楚沉 沐云却是呵呵一笑 现在的他 面对楚沉 还真想试探一番 到底孰强孰弱 既然你杀了他 那你就死吧 楚沉语气冷漠 整个人也是恨不得立刻冲上前去 将沐云碎尸万段 这次 即便是任务完成 孟昊死了 回去复命 他也没脸面了 这才是让他最气恼的 至于沐云能够胜他 那简直是不可能 三品境界的差距 他不是沐云的对手 那才是可笑之极了 四品地先境界 对上七品地先境界 三个品级的差距 这种落差 足够让所有人感到绝望 只是绝望 仅仅是对其他人来说 对现在的沐云来说 这却是一种新的尝试 看到此景 沐云整个人顿时战役昂扬 剑种弟子 七品地先 你算老几 沐云看住楚沉 顿时哈哈大笑道 我就来看看 你这位七品地先境界的剑种弟子 到底哪里来的傲气 能够如此 话语落下 沐云直接杀出 而另一边 楚沉却是直接出了剑阵 手中一柄冰雪蓝的长剑 赫然出现 一剑斩出 周围天地在此时此刻 彻底变得冰凉冷漠 甚至给人一种大雪纷飞的感觉 看到此景 所有人都是心中一震 楚沉的剑很锋利 只是另一边 沐云自然丝毫不慌 黑硬剑随着它的等级提升 品阶也是逐步提升的 现在的黑硬剑 乃是地级中品仙剑 剑出生动 威力一步步增强 沐云整个人在此时此刻 也是逐步增强 剑剑 在此刻弥漫开来 一股铺天盖地的风锐气势 扩散开来 沐云顿时沙发声响起 整个人顿时气息弥漫开来 剑道 就是如此强大 沐云的剑道经过一次次的领悟和增强 此时此刻 剑界扩散的不仅是范围的控制 更是在范围内控制力的增强 之前 沐云可能在剑界内 无法控制七品地仙境界的仙人 可是现在 一剑杀出 沐云此次 酣畅淋漓的一战 突破 在战斗之中突破 才是最好的突破 牢牢记住突破时的那种感觉 让人心生痛快 更是此生难忘 这次 沐云就准备 将楚臣荡成跳板 一步步地突破提升 轰鸣声乍响传开 沐云整个人顿时一步步踏出 力量得到无尽的释放 剑 出威力就增强 一龙之笑 一剑杀出 剑出如龙 龙笑九天 哦 愤怒的咆哮声 从沐云的黑硬剑之间传出 更是从沐云体表的 小气口中响起 之所以选择 千龙黄剑爵这门 递接中等仙法 沐云也是心中有所设想的 一龙之笑 依靠强大的龙形聚集力 爆发强大的杀伤力 轰隆隆的声音 沐云整个人在此时此刻 顿时咆哮着杀出 爆发力在此刻增强数倍 这个增强 来自小气的巨吼声 兵剑飞天 楚臣此时此刻看到沐云的强横 顿时心中生出杀意 这个家伙 若是让他晋升到同等境界 他根本不可能是对手了 现在 必须牢牢压制住沐云 让沐云此生 再无机会崛起 死人 就没有以后了 楚臣心中打定主意 一剑杀出 直奔沐云而去 两道身影 此时此刻交手 方才是地动山摇 这种强烈的碰撞 让在场众人顿时心中惊骇 远远退避开 只是下方剑阵内的四大宗门弟子 此时此刻却根本没机会退走 相反 剑阵的威力 本身是让他们无力抵抗 再加上这两人 时不时倾洒下来的狂暴力量 谁人能够抵抗 只是 高空之上的争斗 变得越来越强横 沐云在此时此刻 彻底领悟了七品地仙的狂暴 楚臣只怕在七品地仙境界之中 也绝对是大佬等级的存在 这家伙 对自己建招的领悟 是沐云交手这么多人以来 遇到的最强的一人 楚臣 至少是妖孽资质 只可惜 他今日遇到的是沐云 天圣资质的存在 一剑斩出 沐云此时此刻 杀其漫天 百龙飞腾 沐云直接一剑杀出 整个人浑身下强大的天地大道 在此时此刻 豁然生疼 第1059章投降也没机会 见到 乃是千万大道之中的一道 天地 磅礴浩然 所来何处 所往何地 没人知道 从古至今 大家都知道 在天地之间称雄称霸 但是谁人知道 这天 是什么 地 又是什么 茫茫世界 千万大道 总有一条 能够通到最巅峰 见到 是千万大道之中的一个 不能说是最强横的一个 可却是最锋利的一个 沐云直接一剑杀出 整个人在此时此刻 浑身气息顿时得到极大的提升 见到的威能 在此时此刻的提升 使得他的剑数 也是逐渐增强起来 楚臣交手之间 逐渐发现 他每一剑杀出 威力是在不断提升的 可是面对沐云之时 却是总能够让沐云抵消掉 这种感觉 让他很恼怒 该死 楚臣也发现了 沐云不寻常的地方来 论境界 他是比沐云强 可是境界是一回事 能够施展出什么层次 全是看天赋了 沐云的天赋比他强 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最重要的是 沐云整个人 在此时此刻 有着极大的自信 自信 听起来滑稽无功 可是关键时刻 却是能够让人发挥出 超越自己平常双倍的实力来 反倒是自己 越打越没自信了 受死 楚臣知道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否则的话 他很难压倒性地击杀沐云 还有可能 自己付出很大的代价 才能斩杀沐云 心中明白这一点 楚臣整个人顿时力量暴涨 迅速提升 发怒了吗 看到楚臣整个人发丝飞舞 沐云明白 这家伙 是真的动怒了 让你尝尝 单旋的力量 怎么样 沐云心中冷笑一声 直接体内一道单旋力量运转出来 刚才 从孟浩身上 他快速汲取了六道单旋 凝结到他身体内 剩下三道单旋 加上上次施展之后 剩下的三道单旋力量 加在一起 就是六道单旋的力量 这六道单旋的力量 不是六品地仙境界的权力一击 而是六个六品地仙境界武者的权力一击 沐云此刻 决定疯狂一把 六道单旋 全部祭出 就来个得抱天惊 抱抱抱 那就看 谁更能够爆发出强横的力量来了 楚臣此时此刻 看到沐云的架势 心中更是不敢大意 直接手举长剑 盘旋脑袋上 顿时呼啸而出 九天剑斩 一剑斩出 九柄长剑虚影 在此时此刻 彻底飞腾而起 轰轰轰轰轰轰轰 等时间 六道轰鸣声 几乎是随着山坡 绽放开来 一道道轰鸣声 让在场众人 只觉得天地都是被震荡了 周围山脉 甚至忍受不住 爆裂的扩散 一个个矿洞 开始崩塌开来 看到此景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这等爆发力 哪里是四品地仙境界 舞者能够爆发出来的 众人顿时眼中 满是惊骇 但更多人是关心 结果怎么样 结果 看到沐云站在原地 一动也不动 所有人都已经明白了结果 而另一边 楚臣从坑坑洼洼之间 狼狈地站起身来 整个人顿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目瞪口呆 这种情况下 楚臣整个人看起来 如同乞讨几生的老乞丐一样 浑身上下 都是血 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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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使用的到底是什么力量 楚臣顿时喝道 我能够感觉到 你体内的力量 有梦号的 有柳当的 还有沈伦的 他们怎么了 柳当和沈伦 被你杀了 你知道的太多了 沐云身影 却是如同鬼魅一般 刷的一声 来到楚臣身前 扑扑扑的声音响起 沐云整个人 手掌直接探出 探入到楚臣腹部 我告诉你 他们的丹玄 都被我所用 你的 也不例外 楚臣 你以为你不说 我就不知道 你是受谁所托了吗 实话告诉你 秦天宇身边 乔顶天 已经是我的人了 如果是秦天宇派来的 他会通知我的 可是 他没有 所以 你是风若晴的人吧 我很想让你回去告诉他 少玩点这种 栽赃家伙的狡诈手段 现在看来 沐云手掌 直接一翻滚 直接楚臣体内的 七道丹玄内的力量 冥冥之中 化为乌有 消失不见 这就是沐云的手段所在 那天仙寄绝 对地仙境界的提升 可以说是最时效 最快速的 七道丹玄力量 其中五道丹玄 转化为纯净的丹玄力量 进入沐云体内 只是沐云一把 将楚臣的尸体推开 直接盘膝坐地 这次 他准备 突破 此战后 太多的领悟需要他总结 沐云前翠挤住这次机会 直接凝聚出自己的 第五道丹玄 这一瞬间 众人都是站在周围 不敢开口 四品地仙的沐云 直接斩杀了 七品地仙的楚臣 他们还没有 从这种震惊之下惊醒 只是现在沐云在干嘛 看到沐云断然坐地 众人虽然惊讶 可是哪里敢上前询问 现在沐云身上的血气 还在翻滚 没有消散 谁敢靠近他 沐云坐在那里 无人感动 剑阵内的 并无双等人 却惨了 这剑阵 愈演愈烈 他们已经是损失了 一半好手了 再这么下去 估计要死光光了 这个沐云 居然连楚臣都杀了 没办法了 认输 并无双顿时开口喝道 阮金玉 快将这大阵撤了 我们认输 并无双 这么快就认输了 阮金玉此时此刻 却是鸣嘴笑道 何必住急 再熬一会儿呗 熬一会 再熬一会 他们就死定了 我们愿意投降 敏无双屈辱道 投降也没机会了 这剑阵 是牧师兄设定 我们是没办法解开 林燕冷笑道 敏无双 你也有今天 刚才你可是高傲的景啊 现在又死不了 再熬一会儿吧 并无双顿时脸色一苦 他是死不了 可是跟随他来的 通天见宗的高手们 可都快死光了 并无双整个人 顿时看住上方沐云 此刻沐云还是安稳不动 如山月一般牢牢扎根在那里 看到此处 不只是敏无双 青智 石棚 吕不朽 韩宇飞几人 都是这极的厉害 再这么耗下去 多一分钟 他们这边 便是可能多死一个人啊 这怎么行 几人顿时心中焦急不已 但是沐云就是不予理会 阮金玉 我们若是死了 你们一夜剑派 绝对是交不了差 石鹏鹤道 四大宗门 绝对会和你们一夜剑派拼命 到时候 你们一夜剑派 根本承受不住 拼命 现在难道你们不是和我们一夜剑派拼命吗 只是阮金玉和灵燕还未开口 一道冷哼声却是突然响起 另一边 沐云陡然间睁开双眼 看住众人 眼神之中一抹杀鸡出现 五品地仙 沐云的威压 再度提升一重 到达五品地仙境界了 沐世兄 沐世兄 看到沐云出现 周围几人顿时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看住沐云 眼中满是惊讶 五品地仙 这么一会时间 沐云提升到了五品地仙 实在是太夸张了 看到此景 几人心中难以掩饰的惊讶 沐云 快放了我们 否则 四大宗门 对你们一夜剑派的积压 你们是承受不起的 承受不起 沐云顿时冷笑连连道 我还真不 信 来人 传我命令 立刻将这些个四大宗门弟子 有一个算一个 请拿下来 向四大宗门发出消息 想要他们活着 拿的羊丹来交换 一品地仙境 借的弟子 一百万颗 二品地仙境借两百万颗 以此类推 沐云目光落在身前的并无双五人身上 缓缓道 这五个家伙 一个人价值五百万颗的羊丹 可要看好了 五百万颗 听到此话 并无双五人顿时脸色铁青 一个个目瞪口呆 你做梦啊 沐云 与不朽顿时喝道 五百万颗的羊丹 宗门怎么舍得给 一百万颗的羊丹 足够兑换一件地级中品仙器了 这是一个海量的数字 他们现在存活下来的十几人 全部都是地仙境界的弟子 这一笔财物 要多大一笔 四大宗门绝对会低血 你放心 他们会舍得给的 沐云却是自信道 因为你们都死光了 那四大宗门可就断片了 断片 对 他们这十几人数量虽少 可却是四大宗门内 陷入金拔尖的弟子 如果他们死了 四大宗门确实是会 断片 这将代表 往后百年时间 甚至是千年时间 四大宗门彻底被一夜剑牌压制 五大凡铁机势力 在此时此刻 使军力敌 他们死光了 那一夜剑派 就要压制住他们了 可是因为这一点 宗门真的会舍得 拿出丹药来吗 几人都是不确定 但现在 他们俨然是 已经没有了抗拒的能耐 刷刷刷 然而 正当沐云话语落下之间 一道道身影 突然飞空而来 为首几人 正是战天灵 凤如意 朝天歌三人 现在三人 已经是突破到了地先境界 也是被沐云为以重任 沐师兄 一切搞定了 战天灵落下身影 拱手笑道 现在 整个暗玄石场 五大区域 除了我们一夜剑派的传送阵 其他四大宗门传送阵 已经是被彻底损毁了 好 听到此话 沐云点了点头 只是另一边 敏无双等人 却是彻底傻眼了 第10060章 罗盘回天阵 怎么会这样 他们是想来人多势众 直接操了一夜剑派 在暗玄市场内的老挝 可是没想到 居然是被一夜剑派 给操了老挝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如何能够忍受 可恶 可恨啊 只是纵然几人心中 再是不满 可是现在 他们根本无法反抗 现在 连暗玄市场 都是被一夜剑派 给攻克下来了 他们 彻底沦为了 瓮中之鳖了 怎么会这样 看到此景 几人彻底沮丧 全部压下去 沐云却是不理会 他们在想着什么 这些人 现在还有价值 沐云也不会要他们的命 至少现在不会 将十几人带下去 林志修等人 在此刻凑了上来 沐兄 这些人真要拿来交换吗 林志修询问道 这些家伙 可是真正的四大宗门 顶尖弟子 那几个老妖怪们 可能不会善罢甘休 我有 办法对付他们 大不了让他们来进攻 一夜剑派就是了 沐云挥手道 这些先不要担心 眼下将整个暗玄石场 控制起来 传送阵被毁去 四大宗门 想要再次来到暗玄石场 就麻烦的多了 恩 暗玄石场 是在地底世界 当年五大宗门 合力发现此处 分别在此地建立了传送阵 耗费巨资 想要从地面 进入到这里来 难 整个暗 玄石 是在地底一片空间内 从外界进来 当年五大宗门 可是共同发力 花费了足足有上百年时间 才到达这里 开辟了传送阵 来来回回 现在 四大宗门传送阵 被毁去了 只有他们一夜剑派的传送阵 能够通到这里 四大宗门想要进来 花费的代价 可是不会小 这地方 可以说是他们的天下了 沐云再次吩咐 你现在命令下去 但凡是各个矿区内的矿工们 我们一夜剑派 待遇提高 只要如期完成目标 一人一刻 人阳丹 表现优异者 奖励 人阳丹翻倍都可以 是 林之修犹豫片刻 再次说 只是五大宗门矿区内 从下界来的矿工 可是足足有数万人 这样一来 开销又大了 开销大了怕什么 沐云却是微微一笑道 我们不是有 四大宗门即将送来的地阳丹吗 听到此话 林之修顿时竖了 竖母指 沐云此人 做什么事情 从来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一步步的计划和规则 这种情况下 给人安全感和幸福感 而且事实证明 这家伙做的事情 每一次 都是留有后手 这次既然他愿意得罪四大宗门 应该也是有后手准备的 众人收拾妥当 沐云带领众多弟子 返回一夜剑派 留下罗城 罗云两兄弟 在这里主持大局 回到一夜剑派后 沐云立刻将并无双等人收押 而后便是回到自己的大殿内 在准备什么 整个一夜剑派内 也是渐渐层的沸腾起来 在他们得知 四大宗门居然是连起手来 想要夺取一夜剑派的暗玄石场开采 所有弟子都是怒火燃烧 但当他们得知 沐云手下的矿场 并且将其他四大宗门的矿洞 全部夺了过来 众人又是一阵欢喜鼓舞 只是依旧是有一些弟子 心中担忧 那可是四大宗门弟子 生情他们 威胁四大宗门 四大宗门会妥协吗 尤其是在他们派主 现在闭关的时刻 有些弟子也开始担心起来 沐云这么做 会不会使得一夜剑派走上绝路 将四大势力得罪死了 可也是没好果子吃 只是这些事情 他们也只能够担心担心 议论议论 真正想如何 还是看沐云那些高层 只是此刻 沐云却是在自己的山峰之上 安安稳稳地闭关 抓捕四大宗门弟子的事情 商讨如何赔偿 他并未助及去让人办理 一些事情 他还需要准备准备 沐师兄 刘燕大师请来了 恩 请进来吧 沐云缓缓睁开眼 坐在大殿木椅之上 点了点头 不多时 一道身影 白发苍苍 身材魁梧 一脸正气 走入到大殿内 刘长老 看到来人 沐云拱手笑道 刘长老 您是我们一夜剑派的高级先阵师 我想 一夜剑派群山峻岭之间的先阵 应该都是与您有关吧 老朽 愧不敢当 刘燕拱手惭愧道 说到阵法 你的造诣 应该是比我更高 不敢当 沐云再次说 今天将刘长老请来 就是为了看看咱们一夜剑派的阵法根基 想要从中学习一点精华来 不知道刘长老方便带领我看一下吗 自然没问题 刘燕并不是狂傲自大之辈 沐云对阵法的理解与操控 在黄泉城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这一点 沐云是远远超越他的 沐云可以说是阵法大师的水平和能力 而他只是一名高级先阵师 在这一夜剑派内 还能混得下去 脱离了一夜剑派 出了南极之地 他根本不算什么 先阵师 先阵大师 先阵宗师 彼此间 虽然是没有明确的划分 可是每一位先阵大师的造诣 足以甩出一名高级先阵师十几条街 这之间的差别 可是比天阶先丹师和地阶先丹师的差距还要大 两人结伴而行 在山落之间 开始缓缓漫步 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刘燕不断和沐云述说着 这一夜剑派群山之间的纷乱布置 我们一夜剑派 共有仙山上前座 其中 真正给弟子居住的有一半 除了坐下弟子和派主的山峰有独立的阵法之外 其他的山峰 还并没有这些阵法 而整个一夜剑派 只有一座护宗大阵 也是老朽当年设置构建的 不过能够抵挡住地先境界武者的攻击罢了 真要是天先境界武者 悄无声息地摸进来 并不是什么难事 此阵名为罗盘回天阵 此阵法的设置 相对而言 依靠的罗盘定位 在一夜剑派东南西北四的方向 设置四处阵眼 以此来进行防护 刘燕此话落下 顿时带着沐云飞升上天空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刘燕手掌一会 掀气扩散开来 整个一夜剑派 出现一道半圆形的光照 直接升空 高达千米 将整个一夜剑派笼罩下来 半圆形的大阵 看起来带着淡淡的光芒 十分虚幻 看到此景 沐云点了点头 那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分别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很明显 便是阵眼所在 此阵法 如果被人看出阵眼 强攻进入 并不是难事 沐云摇了摇头 飞升而下 来到一处阵眼位置 看住那阵眼位置的光芒 沐云手掌抬起 一道道阵幅 直接在他手中之中凝聚 那阵幅如同一个小精灵一样 跳动着进入到阵眼内 看到此景 刘燕顿时忍不住想开口制止 这罗盘回天阵 虽然不是很高妙的阵法 可若是就这么直接阵幅进入其中 很有可能破坏阵眼的 只是刘燕相信沐云 还是忍住了没开口 再者而言 现在的沐云 乃是一夜剑派的带派主 他就算是破坏了此阵法 也没人敢说他的不是 但是刘燕没阻挡 却渐渐看出了沐云在干嘛 随着沐云的阵幅 开始涌入阵法内 刘燕渐渐看到 整个大阵 在此时此刻 光芒更加亮堂了 一夜剑派的弟子们 在此时此刻 也感觉到了阵法的改变 一个个抬头看住天空 只是 沐云站在这阵眼处 一站就是一天 渐渐夜幕降临 沐云微微呼了一口气 方才松口 刘长老 沐云缓缓道 你先忙吧 此阵 我大概看出了根本 改善一下 应该能够提高一些防护威力 不过出入阵法的令牌 都需要改变一下 这样吧 你去通知现在的弟子们 让他们最近不要外出了 宗门准备重新归整护宗大阵 让他们领取了新的身份令牌之后 再出去历练 好好 我现在就去通知 刘燕顿时心中一愣 沐云一天时间 一个白天的时间 居然是刻意间改变了他设定的阵法轨迹 这实在是出乎人的意料 甚至可以说是匪夷所思 从这一点 足以看出 沐云对阵法的理解 绝对是先阵大师级别 甚至还不是初级 很有可能是高级 带得刘燕离开 沐云飞升来到第二道阵眼处 此处阵眼 看起来截然不同 只是沐云并不在意 阵幅出现 再次开始仔细探索 刘燕设置的这座罗盘回天阵 准确来说 是以罗盘定位 来确定四方建立阵眼的位置 只不过这阵法 两个缺陷 第一是阵法本身的桎 提升到极致 终究也无法防备出天仙境界武者的攻击 其二便是 此阵法建造的缺陷 实在太多 其实刘燕之前说 能够防止地仙境界武者的攻击 也只是能够防护住地仙武品境界武者罢了 真要是九品地仙境界的武者来攻击 该破损 还是要破损 沐云这次急于改变之后 大概能够使得九品地仙境界的武者 无法破开此阵 只是此阵的潜力 也就到这里了 但是这次 如果和四大宗门翻脸 仅仅能够防护住九品地仙境界的武者 可不够 四大宗门的宗主以及太上长王 应该都是天仙境界 最重要的是 能够防住他们 第1061章不是一座大阵 第二天 一大早 宗门内 雾气缭绕 沐云的身影站在高耸山峰之上 看住下方 漠然不语 四处阵眼 已经是调节完成 只是此时此刻 沐云站在山峰之上 看住偌大的一夜剑牌内 一大早晨 已经是有很多弟子开始沉起 在各个山谷之间 选择场地 开始练习剑术 与人切磋 也有一部分弟子 坐在山峰一些突出岩石之上 开始冥想修炼 此等情景下 沐云看住一切 微微点头 手掌一挥 一刹那间 沐云手中 一道道阵符 赫然出现 随着阵符出现的 乃是一柄长剑 那一柄长剑 仔细看去 全部是地级仙器 下品 中品 上品 不一而论 哗啦啦飞腾而出 足足有上千柄仙剑 从沐云手中 一柄柄飞驰而出 看到此景 一叶剑派内的弟子 顿时惊呆了 上千柄地级仙剑 全部飞驰而出 在整个一叶剑派 四面八张 扩散开来 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此时此刻 那一柄柄仙剑 组织在一起 宛若一道游龙一般 在天空之上盘旋 坑坑撑的声音响起 沐云左手 一道道阵符出现 缠绕在那些长剑之上 在缓缓孕育着什么 而右手 此刻张扬开来 一剑剑乱七八糟的神兵 甚至是丹药 人杨金石 得杨金石 等等 许许多多的天地灵宝 在沐云手中再次出现 只是这次 那所有的东西 扩散开来 与上千柄长剑 结合在一起 相得一张 看到此景 在场众人 顿时感觉到 前后出现的东西 似乎不太相同 刘燕昨天一夜没睡 通知了一夜剑派的 各位长老 将消息传开 一大早 他也没敢休息 直接前往山门 寻找沐云 只是 刚出了自己的居所 便是看到 天空之上 仙剑飞驰 剑拔弩张 更有一件件天才地宝 结合在一起 实在是扰乱人的眼球 师尊 师尊 一名弟子急忙忙跑来 看住刘燕道 师尊 你看沐云 似乎在建立大阵呢 嗯 看到刘燕点头 那弟子再次说 真威风 我什么时候 能够建造这么一座大阵 咚 的一声响起 那弟子脑袋挨了一记敲打 刘燕苦笑道 你小子别做梦了 老夫苦修阵法上千载 现在不过是高级先阵师 沐云这是天赋 沐师兄说了 谁都要有梦想 不然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那弟子不服气道 天赋分为两种 一种是先天生来的 另一种 就是后天努力得到的 这东西是可以提升的 连书上都说了 书读百遍 其一字线 不能没有梦想 梦想 听到此话 刘燕顿时苦笑 那弟子看住天空 夜羡慕道 上千柄地级先剑 组成一座大阵 这是什么阵法啊 错了 只是刘燕此刻再次抬头 看住上空 却是 顿时 愣住了 一 师尊 哪里错了 那弟子精一不定道 不过牧师兄设置阵法 手段高明啊 左手阵服和右手阵服 完全是互不干扰 厉害啊 不是 一座大阵 刘燕此刻突然有些誓言道 不是一座大阵 是两座 两座大阵 两座 那名弟子 彻底愣住 一起施展布置两座大阵 牧云 太强了 刘燕整个人在此刻也是目瞪口袋 两座大阵 简直是不可思议 但此时此刻 牧云就在他们面前 在伴着这么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师尊 您 不会看错了吧 刘燕一个暴力赏给那名弟子 顿时骂道 看错你个头啊 你再仔细看看 牧云左手和右手出现的阵服 很明显 一处是操控那些大阵 上千柄飞剑 被其渡上了阵服 可是另一 到手掌锁定的阵服 看起来 明显是不一样的 听到此话 刘燕看住对面 心中顿时一愣 别愣住了 这么一位阵法大师不知阵法 不知道多少值得学习的 赶紧去看看 刘燕一闪身 直接离开 而此时此刻 牧云的举动 已经是惊动了一夜剑派众人 有些弟子抬头看住天空 眼神充满惊恐 牧云在干嘛 毁天灭地嘛 这事 大家不要乱 刘燕此刻开口道 牧云是在加强 我一夜剑派的护宗大阵 昨天已经是告知了大家了 最近 尽量不要外出 阵法城 大家将重新领取 自己的身份令牌 以方便出入 加强大阵 这哪里是加强 简直是重建啊 是啊 上千柄地级先建 这手笔 则则 看来牧师兄 是真的打算和四大宗门开战了 构建最强防御 准备应战了 四大宗门七太盛 想吞并我们暗玄石场 活该 但是我们能打得过四大宗门吗 打不过就躲在大阵内呗 反正牧师兄设置大阵 肯定是为了防止四大宗门合力围攻 众人顿时议论纷纷 牧云身影 凌驾在半空千公尺之上 双手不断凝聚阵幅 他确实是在建造大阵 罗盘回天阵 防御性不够 而且没什么攻击性 所以此次 他是准备 同时凝结两座大阵 这次 牧云可谓是下了血本 上千柄飞剑 他准备凝结的是一座护阵 九天游龙阵 此阵法 看起来气焰嚣张 其实主要是防御 真正的杀阵 乃是他使用成千上万的瑰宝 组成的第二座大阵 千变万须阵 这两种阵法 本来是没什么关系的 可是牧云确实将它们设定成了 有关系的 一主防护 一主攻击 但是攻防协同之间 威力确实能够得到 翻倍的增加 老底都拿出来设置阵法 这次 牧云准备好好磨练自己 对阵法的熟练 众人看中牧云 一举一动 只感觉 站在他们头顶的 不是仙人 而是神人 炼丹 炼器 炼阵 牧云本身的能力 在此时此刻 得到最大化的体现 再加上领悟剑道的强横 四品地仙 斩杀七品地仙的强大实力 这样的人 足够成为他们心中的膜拜对象 最重要的是 现在的一夜剑派内 牧云能够为大家考虑 惩罚奖赏 样样平等而言 这样的宗门 给弟子安全感 弟子才会有归属感 而一旦产生了归属感 所有人都会共同抵御外敌 大家稍安悟躁 此阵法凝聚 需要时间 大家最近一段时间 抓紧修炼吧 牧云此刻也是开口 只要你们提升 任何人都不可能突破一夜剑派的防护 我在 一夜剑派便是安全的 我在 一夜剑派便是安全的 此话放在其他人嘴中 那绝对是吹牛 可是现在牧云说出来 却是让他们额外产生了一种信任感 众人顿时散开 开始忙碌起来 修炼 不断地修炼 想要获得他人的认可 想要获得他人的尊敬 那就需要强大的实力 修炼 是必不可少 众人顿时斗志昂扬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渐渐地 一个月时间流动 这一个月时间内 一夜剑派众人 几乎没有离开宗门内 整个一夜剑派 看起来欣欣向荣 但是 相较于一夜剑派 其他四大宗门 则是明显焦躁了许多 通天见宗 通中此刻 心中焦急 让你们查了什么原因 到现在都不知道 一个月时间了 并无双他们还没动手 通中整个人 可谓愤怒 几乎要喷发了 此次行动 他可是派出了 自己宗门内 最精锐的几名弟子 甚至是连现在的 新晋的天才洛剑雪 也被他派了出去 目的就是为了万无一失 天剑洞那边 更是触动了一名 七品地仙境界的 剑种弟子 这次行动 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怎么可能出现问题 七品宗主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此次 确实是让人 摸不住头脑 一点消息也没有 而且传送阵 还崩塌了 因为长老苦涩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到现在 都不知道 他们几人 是否安然无恙 暗悬市场 当年开采 可是花费了百年时间 才打通通道 而且 那里也是下界 舞者飞升之地 可谓是我们 招收弟子的源泉 建立一个传送阵 耗费巨资 现在 打不开 里面消息 我们根本不知道 这些我都知道了 通 中 顿时怒气滔天道 我问的是 你们找到没找到消息 没找到 就滚出去 几名 长老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顿时摇头 离开大殿 滚回来 只是看到几人立刻 通中却是再度喝道 谁让你们走了 听到此话 那一名名长老 再次苦涩不已 现在 接着去查 暗悬市场进不去了 不会去其他宗门查查吗 还有一夜剑派 抓两个一夜剑派的弟子 询问一番 不就知道了吗 宗主 听到通中此话 一名长老顿时没宇宙在一起 无奈道 一夜剑派查不到啊 最近一夜剑派弟子 很少有出来历练的了 我们根本 抓不到人 混账 通中整个人顿时暴怒 抓不到人 吃屎吧 通中顿时怒吼道 现在 我给你们最后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 我不管你们是从一夜剑派内抓人 还是从外面抓人 必须要打探大的消息 否则 砰 一道砰响声响起 大殿内一根石柱 顿时支离破碎 化作银粉 哦 砰受了